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部美国奇幻冒险电影《小飞象》 讲述了一只小象因为耳朵巨大 遭到嘲笑 但人们不知道它能靠耳朵 飞上天空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经营困难的马戏团 马戏明星霍特从战场上回归 但他的一条手臂却没有了 为了有钱照顾一双儿女 霍特答应帮马戏团老板照顾他低价购买的大象 这是一头股瘦如柴的母象 他在车厢里偷偷生下了一头小象 但这一头小象长得非常奇怪 因为他的耳朵实在是太大了 老板不想给观众看这么一头怪异的小象 他想有一个漂亮的小象 让马戏团起死回生 于是他让霍特在马戏表演前 想办法把小象的大耳朵藏起来 霍特的女儿米丽和儿子小乔并不歧视小象 他们甚至觉得小象非常可爱 米丽和小乔利用羽毛教小象把大耳朵往脑后吹时 发现他居然能铺扇着大耳朵飞上天空 原来这还是一头小肥象 米丽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霍特 但霍特却不相信他们 转眼就到了马戏表演的时候 小肥象作为压轴节目最后一个出场 霍特用头套藏好了小肥象的大耳朵 但他却在虎台中央弄掉了头套 人们看见小肥象的耳朵后不仅开启了嘲讽模式 还扔花声攻击小肥象 母象听到了自己孩子的叫声 情绪激动地冲进了表演的帐篷 吓走了所有观众 警察觉得母象有攻击性 不适合继续留在马戏团 于是老板把母象推给了卖家 但他留下了比较乖巧的小肥象 母子俩就此分别 小肥象看着母亲被送上货车 却无能为力 同样失去母亲的米丽姐弟 明白小肥象的感受 他们溜进小肥象的仓库安慰他 看见米丽落下的一根羽毛后 他又开始扑上耳朵 飞了起来 米丽这才知道 原来羽毛能让他飞起来 米丽想到 如果小肥象能在表演中也这样飞 那看戏的人就会更多 马戏团也能赚更多的钱 说不定还能让老板再买回母象 但老板不知道小肥象的能力 他指示上霍特和小肥象一起演救火的滑稽马戏 表演中突发意外 小肥象被困在了着火的高台上 米丽为了让他能飞起来 爬上梯子把羽毛送到了他面前 看着轻盈的羽毛 小肥象在即将掉下地时飞了起来 而且痛快飞翔的他不再害怕什么的嘲笑 他甚至用鼻子喷了台下的熊孩子一连水 小肥象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掌声 他还登上了抱着头条 现在小肥象成了马戏团的明星 无数人慕名而来看他飞翔 著名的企业家土豪叔也赶到马戏团 他邀请小肥象加入他旗下的游乐场 但老板不愿意卖掉小肥象 还说小肥象只能在自己的马戏团里表演 于是土豪叔干脆让整个马戏团入住他的游乐场 让他们不用再四处漂泊 为了给马戏团所有人一个家 老板答应了和土豪叔合作 他带着马戏团搬进了游乐场 看着游乐场里的豪华设施 老板觉得自己没有来错 霍特也有重新表演骑马的机会 只要他能让小肥象和迷人的空中杂技演员 眼线姐一起表演 练习过程中亲眼见证小肥象飞起来的眼线姐 惊讶不已 只不过他和小肥象还没有默契 很快就撞在一起掉了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 小肥象已经能带着眼线姐一起飞了 转眼就到了表演的日子 美丽的眼线姐和小肥象登上了高台 就在她准备用羽毛上小肥象起飞时 却发现地面的防护网没有搭起来 原来土豪叔为了达到表演效果 就让人撤下了网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出了差错 眼线姐和小肥象都会没命 霍特担心他们的安危 就让眼线姐不要起飞 但眼线姐看到台下观众期待的眼神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 可表演出了差错 眼线姐刷下高台 还好霍特及时用绳子救下了她 而小肥象直接飞到了舞台外面 她似乎听到了母象的呼唤 她飞到了游乐场的噩梦岛 发现自己的母亲就被关在这里 土豪叔派人带走了小肥象 这次表演让她非常失望 还影响了银行老板对游乐场的投资 为了不让母象影响小肥象 她让手下暗中处理掉她 土豪叔还过河拆桥 想遣散马西团的其他人 因为她最初的目的也只有小肥象 老板内心虽然不愿意 但她根本拗不过土豪叔 土豪叔的管家不愿意帮她作贺 就把母象即将被转移的事转告给马西团 大家一致决定帮小肥象和母象重获自由 听到大家愿意帮助自己 萎靡不振的小肥象也有了精神 眼线姐陪着小肥象进行了第二次表演时 马西团其他成员用自己的才能 打晕保安劫走了母象 老板也看不惯土豪叔的行为 给霍特等人打起了掩护 小肥象带着眼线姐成功起飞时 霍特爬到表演的帐篷顶 把帐篷隔开缺口供小肥象逃跑 眼线姐指挥小肥象 飞到控制塔打开了游乐场的大门 断了游乐场的电力 趁着一片混乱 他们又飞离了游乐场 但安全的小肥象察觉到霍特一家有危险 她重回游乐场 从火场里救出了霍特一家 但能让她起飞的羽毛被烧成灰了 眼看土豪叔就要派人来抓她 米粒鼓励她 不需要羽毛 她也能飞起来 最后 小肥象激发潜力 带着米粒姐弟飞上了天空 霍特则骑着马赶去和他们会合 在马戏团的帮助下 小肥象和母象再次重聚 他们回到了广阔无际的草原 和象群生活在一起 老板的马戏团也靠新的马戏表演 活了过来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